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来做这道叫做啤酒大虾 所谓的啤酒大虾就是在炒这个虾的时候呢 我们放一点啤酒在里面 啤酒我们知道它是一种发泡的这种酒类 所以它里面有气 然后呢有这个麦香 所以我们用内用它这个我们来炒这种虾 那么虾呢我们今天也是在这个中华大中华超市里面 买这种新鲜的白虾一定要带头 我们准备了大概一磅多的虾 那主要的配料就很简单了 我们今天用是不是要放一点点姜 我们知道姜是去腥最好的东西 虾因为它毕竟是海鲜 我们把姜切成片来等一下要炒它 姜片 好 然后呢我们多切点葱 葱切成段就好 好 切成段 太粗了我们切成一半 OK 葱切成段备用 好 然后我们还放一点点蒜 也是去腥的作用 好 蒜 然后我还是放一点点这个 文青哥的红辣椒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籽取出来 这个一点点就好 不需要太多 好 非常简单 我们最后呢可能要放一点柠檬 好 我们现在呢就来 把这个虾我们来炒一下 锅烧热之后呢还是放一点点油 好 我们 好 放一点油之后呢 把这个葱姜蒜还有辣椒 然后我们拿炒一下锅 炒一下 火一定要旺啊 要大火 这道菜就非常简单的啊 好 把所有的料爆香之后 你把虾发进来 虾这个东西非常容易熟的哈 所以我们不需要在里面炒得太久 好 最初我们放一点点盐 放一点胡椒 好 好 这个时候把啤酒放进来 不需要太多 哇 香味不比哈 香味已经出来了 好 我们这一直要保持大火 让它这个这个啤酒呢 散发出来 然后呢 让它收点汁 最后我们要汁要很少 因为虾是很容易熟的一种食物 所以也不需要煮太久 如果这个虾你买回来 它是非常新鲜的 从没有从来没有冷冻过的这种虾的话 非常的快 很容易熟 如果是冷冻以后 这个解了冻以后的鲜虾的话 就稍微需要时间久一点 但是口感还是还是很好的 已经闻到这个香味了啊 我们知道虾本身是一种鲜味的 所以不需要放太多的盐 然后盐分不需要太多 咸的话它会影响它的口感 我们看到像这种虾 身子完全弯过来以后呢 这个证明这个虾已经可以吃了 这虾已经熟了 所以呢要看这个虾怎么熟 看它的形状其实是可以判断的 那我们这因为有些还没有完全的弯过来 所以我们就再稍等一下 虾已经可以吃了 好我们在最后呢 这个虾几乎都熟了哈 你最后要稍微再把火开大一点点 然后呢让它收一点点汁 那这个汁稍微变得浓厚一点 就可以起锅了 在起锅之前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子 我们要做 那就是要挤点柠檬进来 我们根据这么多虾 我们挤大概半颗柠檬啊 柠檬汁呢 一个是去腥 另外一个提香啊 这个口感提起来 好 好 里面水挤进来 可以出锅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摆盘 我们把这个虾摆在这个 让它好看一些 没关系 你把它 用在这个盘上 大家看到这个虾成熟 完全熟了以后 它是身子是弯过来的啊 因为虾它有有大有小 所以有些小一点呢 就熟的快一些 因为我们今天有放辣椒在里面 所以这个墨西哥辣椒还是蛮辣的 所以还是有一点点辣味在里面 好 我们最后再把这个虾的汁稍微浇上去一点 用在上面 好 好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为您呈现了两道菜 一个是苦瓜炒咸蛋 另外一个就是啤酒大虾 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 有任何问题可以跟我们联系 好 节目的最后 我们再次感谢美国卫权食品公司和大中华 超级市场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赞助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卫权小厨房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